你有沒有試過出貓 誠實留三方 當然有 有很多 出貓這些東西 看別人 塞紙 那個請窗戴口 對 我不用拿 這個風氣 要停 如果沒有被人抓到 就OK OK 嘩嘩嘩 話口未完 戴口的窗手就已經被人抓了 今年五月 警方接連揭發兩宗請窗戴口案 抓了四個涉案的大學生 他們分別被控協助製造 和行使假證件罪 其中有個試驗請窗的女學生 是本地人 因為幫她戴口的窗手 是內地人 所以個本地女學生 還背了一條請客公的控罪 不過有法律界人士說 請客公的控罪未必告得入 請窗戴口不是一個故意關係 以前考試出貓 最多被取消成績或寄過 為何這四個學生 要被警察拉這麼嚴重呢 試用了警察拉這麼嚴重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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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過往本路幾乎沒有發生過請窗戴口案 今次三日內連爆兩宗 究竟是學生自身的原因 還是教育出了問題? 講到尾,想得好成績始終都是要靠自己 無論是出貓還是請窗代考 不單是浪費錢浪費心機 還分分鐘用自己的前途搞飛 各位學生哥,不如專心溫習更好